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晏隆老师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 晏隆老师照惯例 要跟各位好朋友们结个缘 如何结缘 在这个地方的话 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那么晏隆老师的 千点倍数计划班 千点倍数计划班 因为我认为 第二个千点行情 随时随地 即将要展开一个藏红了 所以如果你的心中 仍然有梦想要实现的 或者说你的资金 在去年也是到今年 在操作上 有一些资金上的缺口 那么你应该要把握 这个千点行情 来参与千点行情的倍数计划班 或者你也可以跟我结缘 透过一个加入粉丝团的方式 粉丝团的加入方式 如何来加入呢 好 第一个您可以透过 这个是加入LINE ID的方式 小老鼠JUK2515J的方式 来做搜寻 或者是可以拿起你的手机 打开LINE当中的行动条码 来扫描 这是LINE的QR Code 这是Telegram的QR Code 扫描之后呢 请记得给燕隆老师一个贴图 或者是请记得跟燕隆老师 做一个留言的动作 那么包括留言持股忍断的部分 可以留言股名成本 或者是如果你是要在这个地方 包括参加会员的 可以来留言大名联络电话 这个都是互动的一种 那么互动之后呢 你会知道标股 互动之后呢 像这个地方昨天 跟大家谈到的 这个包括 昨天特别我在粉丝团 你没有时间看节目 我在粉丝团传这张给你看 我就告诉你 追农粮 追生技 十年不解套 你有东检的 你有全羽生的 你有ABC KY的 在昨天你看到我这张 粉丝团发文的提醒 你今天就不会去追高 然后今天就不会受伤嘛 是不是 所以请记得跟燕隆老师做互动 你会看到关键的提醒 以及标股的提醒 有互动才会看到标股 否则系统直接帮你剔除 我们就看不到你 你也看不到我们 好 那当然我想在这个地方 也欢迎大家来订阅影片 按赞 分享 打开小铃铛 好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燕隆老师要来秀这张字卡 那么刚刚已经您先看过了 这个是我昨天秀在我的粉丝团的 我说什么 我说第二个签点 关键买点已经出现了 结果你看到今天 是开评高之后 拉了200点上来 这是第一个见证 是不是 那另外呢我跟大家谈到的是什么 是追农粮追生计十年不解套 特别在昨天节目当中 特别谈到的是东柬全羽生 ABC KY 今天都是出现重挫的格局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你要来参与 为什么要来加入我的粉丝团 是不是 你看到了东柬今天重挫的4% 那你想一想你思考一下 昨天谁在农粮股深衣股的部分 是劝君更进一杯酒 当然不是燕隆啊 是哪一个分析师 是哪一个顾问呢 那包括在这个ABC KY 今天是跌停板的 但是燕隆昨天跟你讲的是什么讲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参加会员 参加到 跟到这一种 这一种是什么意思 这一种就是习惯 看涨说涨 当哪个股票 哪个族群大涨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 很棒哦 生意股很棒哦 ABC KY很棒哦 那么农粮股很棒 东柬很棒哦 那这样子难怪啊 你总是在每年当中啊 你所拿到你做生意赚的钱 或是你存的钱 你投入股市之后呢 每年会被怎么样 不断来减损 那是因为你跟到这样一个资讯 你跟到这样一个老师 是不是 跟到这一种 也许小利润 你会套在历史高点 是不是 包括全宇生 那么昨天相反的 昨天谁在农粮股 生意股身上 提醒你居高思维 这个打错了 结果全宇生 今天杀到跌停板附近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那么燕隆老师 那么要来提醒大家 那如果你参加我的会员 那或者是加入我的好友粉丝团 并且有留言777加1的 燕隆老师除了跟你分享标股之外 像这样子的一个要大跌之前 像这样大跌之前 燕隆都会在粉丝团当中 来跟大家做提醒 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加入会员签点倍数计划班 或者是来加入我的粉丝团 然后呢留言777加1 像这样的关键时刻 你就会发现有个关键的作用出来 好那所以呢包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成为我的会员 成为千点倍数计划班的成员的话呢 当大盘在这段期间跌了 七八百点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细微 那么代进代出的细微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是4月6号到4月8号 廉价过后那三天 低档买进拉了17% 那么在一个高点区的位置 连续两天提醒做卖出 连续两天高点区提醒做卖出 甚至同样在4月6号当天 买进的是布兰特原有正二 那么当时买进有跌下来一点 那结果呢这两天又拉上来 已经拉16%上来了 但是你看到的是 大盘跌了七八百点下来 但是我们在4月6号到4月8号 只买了这两档股票 细微跟布兰特原有正二 是涨了将近两成了 是不是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样的专业 能够持股集中 能够让你命中 让你有一个加成的效果 那么让你的资金可以重压 那甚至这样的一个资讯 会帮你避开的是什么 像这种要大跌之前的股票 是不是 所以你觉得这个 签点倍数计划班的会员 值不值得你来参与 包括这样的一个粉丝团 值不值得你来加入呢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签点行情的倍数计划班 我在3月份的操作 前一个礼拜景硕东哥平均 前两个礼拜的操作 那么辣椒 Oh my God 这是平均 前三周的操作 索罗门三幅化工 不得了 这是平均的 32% 那么最后一周 建顺店 只做一档建顺店 这勾 勾两件的勾票 每个礼拜两档股票 最后一个礼拜 只有建顺店 这都是代进代出的 4月份 6号到8号 那么也只做了两档股票 细微 布兰特原有正二 那么这个是拉了16%上来 将近两成 是不是 那我说的话 你觉得客不客观 千点倍数计划班 你觉得能不能够帮助你 如果你觉得可以 关键买点出现了 关键买点出现了 因为随时随地要藏红了 今天开放10个名额 欢迎大家拨打0800的电话进来 或者是LINE进来 Telegram进来 来留下联络方式 来跟上我们的行列 好 那当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对于大盘的看法 大盘的看法没有错 第二个签点行情 随着低点的提醒 上周告诉你 本周见低点 那么昨天告诉你是关键买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你是 两天随时随地 再度见到藏红 为什么这么看呢 为什么是两千点 为什么是第二个签点行情呢 那第一个签点在哪里 它的逻辑是什么 好 第一个签点是当时 我在这个地方的提醒 那么3月10号的前后提醒 所以呢 为什么三月份 绩效这么棒 那么这个加起来是76%的 持股集中一个礼拜两档 有买有卖 加起来是76%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买有卖 那这个你才能够真正的赚到 所以呢 当时的提醒的逻辑观念是 因为我看到了 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看到了大方向要大涨千点 结果涨了900点 为什么 因为当A指标数据 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 代表这是千点行级即将开始的 整个指标的一个低点 跟指数的低点同步 这个全市场你可能 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工具 这样的一个操作逻辑 那A指标是我在证券业超过16年 我所发明的一个 高门独起的港湖 我发明这个工具之后呢 那么它可以帮我厘清楚 波段的低点的现象 以及你看昨天 全市场都在追农粮股 都在追生衣股 但是我透过这个工具 我一直到波段高点到了 就像相对的一个高点区的 一个逻辑观念 的逻辑观念 包括当时这个地方要拉回 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观念 所以就是能够认定波段低点 波段高点 而且即使的最低点附近能够提醒 最高点附近能够提醒 所以3月10号提醒 千点行情 结果涨了900点 是这个逻辑观念 那最近为什么做提醒 因为A指标数据杀到 前面低点区附近呢 我说这是极端值啊 那么你杀下来之后 会有下影线呢 是不是 那么在今天是礼拜二嘛 因为我们在上礼拜五 那么就说礼拜一会有下影线嘛 就昨天礼拜一下影线嘛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果然拉上来了 好果然拉上来 主要原因就在这个观念 那这个观念 因为是反复彻底的 所以我认为第二个签点 哇不得了 这个第二签 第二个签点是很扎实的 也许会有1.5个签点 或是两个签点 也就是说 从低档拉上来 现在来看 也许会有1500点 到2000点的空间也不一定 是不是 所以包括在这个地方 你所看到的 整个主力成本线的位置 是反复彻底 那么在这个地方 整个股价有创低点 但是主力成本线 并没有创低点 这是背离 有利于多方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个地方 那么没有错 第二个签点行情 两天内随时随地 会见到残虹 请大家把握 因为机会点 已经没坐了 没坐了 真的 这个表告的隔点 真的没坐了 随时随地要发动 所以今天你不要坐在那边看戏 可是说你有认识 这个枸杞 有机会帮你放心 这个机会点已经来了 所以第二个签点行情 随时随地要发动 所以请大家今天 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找到一个你可以信赖的分析师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或者说找到一档标股 好好的大展拳脚一下 这个地方机会很大 那这样的标股在哪里 就在报复式反弹大标股 那么它的技术现行 已经转强了 同时呢 主要我跟大家谈的是什么 是买在一个起掌点 不太需要等待的点位在哪里 A指标数据创高点 次高点洗盘之后 回测到这个低点区 叫法人产物成本线 这是低点 所以这个地方你不用去怎么样 不用去做追高 你又买在低点 你跟我的特色 就是买在低点 买在起掌点 就是这个逻辑观念 所以呢 如果你找不到标股的 就是这栋 你跟我做 你跟我做 那另外呢 如果你找不到分析师的 那么当然 大家如果没有起掌 你可以来跟叶隆老师 叶隆老师会来协助大家 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 如果你错过黄金买点 你可能就会错过一整坡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股市当中要成功 其实是要有方法的 但是这个方法 有时候你一时之间 要来找到 其实不太容易 你可以去复制别人的经验 那叶隆老师怎么做的呢 好 股市成功之道 你就是要尽量去压低这个成本 如何压低成本 就是一个股价低估的概念 这个股票 它的价值是230万 那今天100万就买到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现象 A指标数据 刷到前面低点区附近 这叫股价低估 这是一个出生段的起点 就是燕隆老师的A指标 倍数操作流程 A指标数据 刷到前面低点区附近 这个地方叫什么 叫股价低估 230万的价值 你今天100万就买到 买下去之后 不用两个月的时间 你的资金从100万 会变成230万 所以A指标的特色是什么 最低价当天 最低点附近会出现买点 那么不用在这个地方去追高 这就是一个逻辑观念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到包括在昨天 跟大家谈到的立台 为什么昨天会拉上来 主要是A指标数据 也刷到前面的低点附近 第二次负0.15了 所以今天拉出第二次涨停板 这个逻辑观念就是这样子 所以跟对顾问 学习到一个正确的课程 你常常有一个逆势大标的机会 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可以透过 彦龙老师的A指标的技术班的 线上课程 那么把这个线上课程 你来自文 卡点位 还是留下 加我的LINE加Telegram 留下大名联络电话 来预约这样的一个线上技术课程 好那当然 所以黑板上的标股 也会常常在我们的千点 倍数计划班当中 也欢迎大家 这个关键买点来做一个预约 好那当然我想股市成功之道 那么没有空间的股票 那你就不要去躺浑水 就像这个4931的新胜利 那么4931的新胜利 那么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不是对它有成见 就像我昨天在谈这个东减 我在谈这个ABC KY 我在跟你谈全宇胜的时候 那么我都告诉你相同逻辑观念 尽管它是涨停板的 昨天的股票你看 包括东减是涨停的 全市场都要利用这个来收会员 但是只有燕隆老师 那么不是说我会玩太多 而是我们其实就是 作为一个分析师 一个媒体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责任 那当然我也希望可以收到 一些会员多收一点 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不能够因为一个股票 要跌下来的 我为了收会员 然后来告诉你这个有多棒 我不能这样讲 就像现在啊 这个4931的新胜利 明明A指标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区附近的 我也不能告诉你说它很好 我不能这么讲 当然今天我不是对它有沉浸 一个股票好或不好 不是在于它的股名 而是在于位阶 倘若它是打下来到这个法人散物成本线的这个底线 当然我就认为它不错 但是这个位阶 我又必须诚实的告诉你 那么这个地方我认为要小心保守 那尤其当A指标数据拉到0.25附近对照的股价 这个地方你没有跑的话 你又会套在一个历史性的高点 包括你所看到的东检 昨天就这样提醒大家了 有没有 结果昨天东检是一个长红涨停 没有错吧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全市场都说它很好的时候 我们直接告诉你 要小心保守 小心十年不解套 果然是这样跌下来 那当然东检 我在这个地方不看好 但是如果它打到这里 我就不看坏 像这样的价位 我都可以跟你分享 那么你可以留言东检加1 或者是新胜利买点加1 这些晏隆老师都会跟大家做分享 包括全宇生也是昨天提醒的 我说小心十年不解套 为什么 因为昨天的A指标数据 杀到前面这个地方了 难怪今天杀到跌停板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都不是对它有成见 如果你的位阶是杀到这个地方的 那么晏隆老师都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位阶是到这里 那么我认为这个地方 其实你是可以去抢个短线 短波段的一个操作的都可以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对这个全宇生 东检新胜利有兴趣的 那么可以留言买点加1 前面留下这个果名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目前遇到的是这样的问题 那么需要协助的 也欢迎拨打电话进来 那么也许你套在高点 可以告诉你的成本 晏隆老师来协助大家做处理 该卖的时候卖一趟 或者是说打下来的时候 该在什么地方做加码 晏隆老师会来协助大家 好 那么这个是2906的高零 高零的话呢 为什么跌下来 因为A指标数据正在创低点 所以股市成功知道是什么 没有跌晚的不要太早买 你当时第一时间翻黑的时候 你拉上来到这个地方 你就应该要卖 这个逻辑观念是什么 是相当于这个位置 相当于这个位置 你第一时间在这里的时候 后面可能还会再跌两段 那这个过程可能要赔三成四成 都还有这个机会 所以呢 所以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你不要以为已经跌完了 事实上呢 如果是像这样的走法 它基本上是还没有跌完 那么当然你不要去杀低 不要杀低 拉上来到这个位置 再来卖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处理的 或是手上的股票 还在跌跌不休的 不要去杀低 如果拉上来到 我的法兰山物产本线这个位置 你再来卖 这样知道意思吗 不知道如何处理的 也欢迎来找晏隆老师 好那当然该如何做呢 其实很简单 晏隆老师来示范 我怎么样买到一档股票的波段低点 怎么卖到一个股票的波段高点 我在去年9月底 10月初 我跟你提醒台积电 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 我在10月5号 买进去的台积电 买完之后呢 这一路的过程当中 我一张都没有卖 直到1月17号的时候 你看赚了120几块 1月17号的时候 我说什么 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区附近的 我在当时 你看YouTube影片 1月17号你去搜寻 那么当时我在12点 应该是57分 发扣讯把它卖掉 卖683的 一路跌下来133块 我一张都没有 直到前两天我才提醒 我们开始关注 还记得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现象出现了 是不是 所以包括这个你可以去截图 都是有评有据的操作 那当然我在节目上秀的抠讯 如果有任何虚位造假 全额退费 全额退费 我想这个市场没有人敢这样讲 你要到公司来验证 我抠讯公司的网站 那个不是我的啦 也不是我们公司的网站 只要输入密码 你去看 我们确确实实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燕尔老师在节目讲的 值得你的信赖 有做的有做 没做的没做 那么一样是一个孤二支 一样是持股集中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所以在包括这个是 在4月份6号到8号 那么为什么去做买进 A指标数据创高点 次高点洗盘 回测低点 就像我今天跟你分享的 我今天邀请你的标股是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低点的一个象征 拉17%之后连续两天的高点要卖 为什么 因为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去附近的提醒卖出 当然包括在4月6号 在这个地方买进的 这个布兰特原有政二 也是这样一个提醒 那果然拉了16%上来 拉了16%上来 那A指标数据创高点 次高点洗盘代表不用等待 好不用等待 转折出现之后它就会攻击 好我今天要跟你结缘 我今天要在签点倍数计划班 带你来操作的股票 就是这样的逻辑观念 好所以当然包括我3月份的操作一样 为什么我买的股票不用等 为什么马上会急拉 A指标数据创高点 次高点洗盘 转折在这个地方出现之后 买进去9天过后拉3成 A指标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区附近 最高价当天全身而退 包括所罗门也是一样 A指标数据创高点 次高点洗盘 那么回撤低点买进 然后转折开始一路攻 7天拉22% A指标数据拉前面高点 前一天就可以算得出来 那结果又在最高价附近 全身而退 这就是我的操作 这就是我的操作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叶老师的操作包括这一次A指标数据创高点 次高点洗盘了 已经回撤低点了 代表现在在低点 你又要买在低点区附近 所以把握这个机会 务必跟上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你现在该做什么 如果你有追高的问题 如果你的股票追在高点 或者说在这个地方 是买太早了 还在跌跌不休的 没有关系 只要你的本还在 一波大行情过后 你的财务会改观 所以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做泰瑞换墙 以及学这个技术 那学技术来不及的 我来协助你泰瑞换墙 你可以直接参加我们 签点的倍数计划班 好 签点行情关键买点已经出现了 请大家现在拨打0800的电话进来 或者是赖进来留下联络方式 来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谢谢 谢谢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第二个单元当中 彦荣老师来告诉大家 要来跟大家分享 大行情要聚焦在哪些族群 哪些股票身上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是这一档股票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档股票是叫做 这个奇接口布兰特原油正二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受益凭证 是一个受益凭证 那这个股票的话呢 彦荣老师其实 主要看好它的原因 当然因为俄乌战争引起了 油价供应不确定性因素 的一个预期 还有我们当然要跟着股神巴菲特来走 但是彦荣老师不是一个盲从的人 主要我自己要看到一些东西 我的A指标它可以认定一些股票 它是不是有一个契机存在 包括它是不是A指标数据创高点 然后有一个次高点洗盘 当然现在我并不会劝均更近一杯酒 我希望你不要去追高这个股票 这样你知道意思吗 你不要去追高 当它下一个循环如果翻黑之后 翻黑之后再一次出现 主力成本线由黑翻红的时候 它就会再次进入另外一个攻击 所以如果你这一次没有跟上的没有关系 你现在把入会所需办好 那彦荣老师来习助大家 下一次来跟上我的脚步 好台积电 台积电的话 上次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做了一个压回 因为反弹 A指标数据对称支撑拉上来 反弹之后 碰到我的法人散物成本线 那这次一样碰到前面地点区附近 如果关键价位站稳 它会攻击 但是你说老师 那我就不用找你操作了 我说你错了 你应该要找我 因为将来碰到这个地方 它还是会有压力 这个价位只有我知道 所以台积电如何操作 有兴趣的 欢迎跟我做一个咨询 联勇 3034的联勇 这段为什么压回 为什么一赔160万 因为A指标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区附近 这个地方叫昂贵的价位 那现在呢 现在便宜了吗 我说接近便宜 但是还不是最便宜 因为数据还没有真正的碰到 -0.10附近 更何况今天的黑K 有吃掉前面的一个红K线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到 联勇-0.10对照的价位是多少的 我可以算给大家 有兴趣的可以来做一个提问 联发科为什么这一段 我在12月29号我提醒你 1200块的联发科绝对是昂贵的 为什么 因为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 拉过1200的时候 数据接近0.12了 所以你一赔就是三四百万 那最近呢 最近我认为接近便宜区 数据如果杀到-0.12 那这是千载难逢 但是这个价位在哪里 主金价一头 你一定要买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价位在哪里 那宴是可以协助大家 当然将来一定要在这里先调解一趟 这个我可以先来告诉大家的 好那当然 3491的森达科 那么当时在 A指标数据的一个对称支撑 那么赚了三成之后 获利出场 那么目前避开这个一个下跌 那将来如果有到这个 A指标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 那么我认为这个是便宜的价位 那这个价位宴老师也可以算得出来 有兴趣的人可以来做一个提问 好那包括旱壘的部分一样 A指标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 先攻一段 那先获利出场之后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避开的动作 那A指标数据目前在这里 显然距离这个便宜货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不要买太早 但是这个价位我可以算给大家 好 汉磊 森达科 联发科 联勇 台积电 岐布兰特员有政二 这都不是明白哦 一定要关键价位首稳才可以买 不要自己乱买 那这个价位在哪里有兴趣的 也欢迎跟我们做一个咨询哦 好 千点行情关键买点已经出现了 那么随时随地会藏红 欢迎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可以拨打电话 或者是视讯留言进来做一个提 这个参与的这个动作 也欢迎大家来加入我的粉丝团 那么在这个地方可以留贴图互动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啊 可以留下您的大名联络方式 那么欢迎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 就是这档标股 报复式反弹的大标股 代表它的空间非常的大 那么技术现行的转强 以及整个目前在低档区 所以请大家现在呢 打电话进来或是赖进来 打电话进来或是Tilegram进来 来跟上我们脚步 为什么 因为当你跟进我这档标股之后 他真的有机会怎么走呢 他真的有机会 暂停 暂停 正暂停 播电话 明天见 谢谢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